第一名 我来 冬菅来了 好吃 那个香味也比较好 所以我也喜欢这个味道 软松 软松 那它的一个特别的口感是 吃的不胃泥 而且甜甜的有白旧的味道 因為我小時候 不信張也算是我小時候知道大 週末晚上都會來 蠻常來 一個禮拜可能來兩次吧 今天要跟我們說故事的這個人 原本是經營路邊的小吃攤 卻讓這樣的一碗滷肉飯 我們的國民美食滷肉飯 飄香全世界 現在只要講到滷肉飯 就會想到它 而且攻佔了全人類的味蕾 怎麼辦到的 背後的秘辛是什麼 當然我們今天還要 跟大家來點不一樣的 請老闆把所有他的秘訣 食材公布給你 所以我們現在邀請到的是 胡虛張滷肉飯的第二代 張勇昌會長來跟我們說他的故事 哈囉 會長好 嗨 好 菁姐好 你很fashion耶 我喜歡你的領帶 謝謝 感謝 彩虹一樣很美 對 那還有這個桌上 我第一次錄影看到桌上這麼豐盛 都是食材啊 這都是人材質料 這些材料 無關是這個糖 鹽 還有我們的蔥頭 都都是 就是說這次要不常吃 跟大家講你的滷肉飯的美味秘訣 就是這裡的 對 大家要看仔細了喔 但是就算被你看去了也沒關係啦 因為中間有黃金比例對不對 對 對 因為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我吃這個滷肉飯沒有特別的味道 有特別突出的 但是你很多食材 像八角啊 胡椒啊 這都是味道很重的耶 對 這都是很強的材料 沒有錯 你怎麼把它融合 而且像這個麥芽糖 二砂糖 冰糖 那不都是糖嗎 對啊 都糖怎麼會有 怎麼會有東西不一樣 為什麼就要用 對啊 其實今天喔 我們主要就是說 那個飯飯你剛才拿的滷肉飯 我的滷肉飯 我好想吃喔 第一要有食 要有食水 第二要有這樣 自然的香肚 對 第三 它就是要有加質 會這樣吃下去稍微黏脆 所以要有那個口感 對 會黏脆 然後就說這樣 甜甜 稍微甜甜 鹹鹹 是最甜 還是最鹹 就看你怎麼滷 所以我們吃滷肉飯 不是這樣爬進去就好 你要仔細品嘗一下 其實每一粒飯 每一個佐料 肥長都很用心在做 當然 當然 所以一碗滷肉飯 最要緊的就是要有醬油 這個純亮醬油 是 第二要有那個 米 那個什麼 這尊剛才我採收的米 那個叫當奇米 有說你的米怎麼這麼多 有的是煮米 白白醬油 這在這裡也有嗎 沒有 這就是我們的台南 這是用的 都會用到 對 台南 但是你這個米也是 沒錯 連米飯都黃金比例 對啊 不是只有一種米 沒有 連米飯都要黃金比例 它有 它要調配的 天啊 很大的懸問耶 對 所以 我們如果有純亮醬油 有好的米 還有好的豬肉 這三種是主要的 滷肉飯的主材料 如果它是做的 它如果有起來 剩下的這裡就是調味而已 對 至於調味 要怎麼調才好 對啊 這也是很困難的耶 對 這是最困難的 你怎麼去找出它的黃金比例啊 所以喔 對 這民國五十二年的時尊 那個 一個人家穿在地殼茶 跟那個萊莎 晚上11點沒有來大頭吃飯了 他對那個地方說 你這是什麼肉飯 這樣就拿出來賣 那個地方是爸爸 爸爸嘛 對啊 所以 我們這個伴樓出生的爸爸 他就 他就剩一個 但是他說 那個 氣氣在心底 但是笑笑過人類 哦 當然 做行李愛 對 要笑一下跟人家問 不然怎麼這麼好吃 結果他說 他說喔 米要用心米 肉要用切的 不可以用咬 對 醬油要用純釀的 不可以在那裡一罐一罐的 那那有 有韻味的 有 要純釀的 要純釀的啦 那味真的不一樣 對 他說你不要去用那個化學醬油 化學醬油是燙 是 但是 純釀醬油才有香 煮味就是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他就 聽這樣之後 他就一口一口 他就一口一口一口 我的爸爸 可以說 這 會叨到這個客人 這麼年輕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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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完全是什麼 他也沒有交學費 他也沒有交 對 完全是什麼 不是他的 他的爸爸 不是他的兄弟 不是他的親戚 不是他的親戚 都不是 人家怎麼會這樣給我們咬 因為 你 他跟我說的 英男你來吃 這個你跟我們咬的 你吃看看 他很認真耶 你看看 他馬上就做 這個人家 不敢咬過 這麼年輕 浸足 浩學 這麼認真 他真的 他說什麼 他就做什麼 是 所以 他每天來 每天咬 對米 對肉 對醬油 有放多少 因為那時候 醇量很貴 所以 他就這樣 不敢咬 咬一點點 每天多一點點 對他說 再加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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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每天來吃 每天再加一點點 加到 好 這樣可以了 他這個醬油這麼棒手 然後他說 你放什麼糖 他那時候就放白糖 他說你不要用白 你要用這個甘蔗 這乳酸 乳酸 這乳酸 這乳酸 放多少 再多少 再多少 一天一天這樣吃 就慢慢調 對 喔 然後他說 你用什麼香 他說你那些都不會變 對 他說你拿回來自己切 怎樣切 怎樣老眼 他的意思就是說 要讓你去感受 對 他的不一樣 對 要自己吃 你不要不要變 要自己吃 所以齁 每天切就每天老眼 煮好 搓搓搓搓 對嗎 搓下去 你再搓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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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下去 這樣 這麼多 喔 365天乘以三 三年 三年 這才可以雕完 所以意思是 爸爸也很認真 真心的 就是真的是很真心的 想要去把他學好 對 然後 因為他們兩個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 一個老師遇到一個這麼認真的學生 可以啊 真的 所以變成師徒情 就會很感動 我也願意會每天來教你 對 所以師徒情 三年後 你也是還要自己去拚 對不對 去拚 因為我們現在 時代不一樣 一直在拚 健康導向 那個高齡化 或者是健康導向 大家 有 其他有的時候 就開始 顧健康 所以喔 要少油 少鹽 少鹽 那少糖 對 不要那麼甜 所以等一下你如果當 集中一行 只要動其中一項 就會 影響其他 你等於全部都要再來一次 對 全部再來一次耶 對 所以 因為你等於動它 我其他不能動嘛 對 所以我要 就把那當年 三年的那個 再調 對 我要調 我要調 而且要吃 所以研發的人 改變它之前要吃 很多很多很多次 所以不怕胖 又不怕胖 你做你來 來擔任開發 擔任產品研發專員 所以 所以喔 我們研發 一個道理就是攀岩 攀岩哲學 三點不動 一點動 對 我要改它的比例配方的時候 其他的定位的分量 你是二十幾個不能動 一個動 一個動 然後這樣 這個比例 這個搭配組合 真的也上千種了 其他的不動之下 我一次就開出十種配方的比例 比例 十種 對 十種然後去品嘗它 按照本來的煮法 按照本來的分量 按照本來的時間 煮出來的這個肉燥 因為它的改變 有影響性在哪裡 哇 所以 每一種都要找到那個最佳狀態 那就要好幾萬次的研發配方 最後才會找到最佳 最佳的那個 我們沒有想過 我們這樣當年 大家說國民美食 因為它 親民嘛 價格也親民嘛 這樣燙燙的 還要吃到肉 還要吃到好吃 滷肉飯 還要問這麼大 好啦 真的今天不常司公開給大家 你慢慢炒沒關係 對啊 我有黃金比例 不告訴你啊 你自己來吃 要黃金比例就要去測試 真的啦 你要不然就要像我們會長這樣 上萬次 你就成功了 對 對 所以我就十分感謝 這個客人 最后因為師徒情 最后會變成我們的老朋友 老祖國 這種情形 因為他的關係 我們這裡有今天的黃金比例配方 滷肉飯 另外說你們貨車長怎麼來 對啊 貨車長這三年 我就看你沒有貨車啊 爸爸也沒有貨車 你看爸爸也沒有貨車 現在沒有啦 但是以前在滷肉飯的時候 他就是三天 因為每天都沒有貨車 對 那種 貨車的人 就是一天沒收 兩天沒收 沒有收 三天就整個貨車 所以人們都叫貨車 這個客人 他也是貨車的 貨車的 但是三年後的一天 他說要帶媳婦你知道嗎 我們爸爸聽到說 帶媳婦好事 就要帶媳婦一張 對 一時名才給他 就要帶媳婦 就這樣之後 他才知道你長 我們長 三年後才知道 沒有前面都不知道 因為 前面都給外號 給小朋友 給小朋友 這樣而已 所以怎麼會知道 去那給他請客 那這樣一頂一頂 外世界 東粉谷 白玉樓 都是当时很有名的饭馆跟酒馆 酒店 对 北约来五个火 这个顾客原来是大咖 他是 行政主厨 怎么会知道是这样 所以他们师徒之间 就是很纯粹的对美食的坚持跟喜好 完全不管背景跟彼此身家 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 你不知道他 对 外部客人不可以看人穿插 看人穿什么 才来在耍药 滷肉人比较多 人比较少 千万不扣 不要以貌取人 一视同仁 对 不知道他几人在那 有 他当时 虚眼扮耍后来到大头 他就叫他唱蝴手 丢到丢 他唱蝴手 对啊 所以这个名字也是他 这名字是他 他拥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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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觉得啊 我们自那个 滷鼻炭啊 然后变成后来走入店面 店面是你开始的嘛对吗 对啊 你开始有店面 滷鼻炭的第二点来 是不是那个转折 也是跟爸爸的这个理念有关系 就是那个坚持 就是那个 那个精神 怎么可以把它越做越大 你觉得呢 因为爸爸本身是木匠师傅 对 所以他在做事情都是很古墓 很丁丁的 对 真丁丁 真实在的 我发现我爸爸他也很厉害 你知道吗 以前不减买 然后买油饭 然后买油饭 买那个什么 买那个 白骨熟汤 白骨熟汤是没有铜锅 对对对 白骨熟汤这个锅 现在拿来油饭 把它滴在里面 好 因为就有那个味 对铜锅米过 对 煮味掉掉掉掉 对啊 这个油饭吃到潘小孩 所以以前买滷肉饭 再改滷肉饭 所以 这项没销 买白饭 这项这块没鱼 他白骨熟 他也是 他也一直在转 他也一直在转 对他也一直在转 有没有在创新 有啊 所以这一种 人家创新 精神我们要学 你就学到这块 对 所以后来怎么把它扩大到现在 全台湾现在几家分店 现在滷肉饭是70 也是在国外呢 有没有 国外日本三间 总将全世界 日本三间 你如果要吃滷肉饭 就是要里面 你的滷肉饭 就好 是 中间是怎么把它 你觉得怎么样 让它越做越大 我们的优势 在哪里 除了它好吃 除了它坚持 这碗滷肉饭 可以让大家的胃都吊 滷肉饭 滷肉饭 但是人来 我们要有人在那里做 所以要团队 要人力 要足以 当你不在的时候 它就是你的分身 愿意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和时间 它很努力的在做 就是一个精神 经营里面跟精神 对吧 对 这边咬咬咬 有时候我可以做到 我老闆啊 我可以 其他人来打工的啊 打工的 我会在那里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很重要 我们就是在民国75年 推动责任中心制度 责任中心 它的做法就是 请单位主管 每个人 就是写自己的年度计划 这一年 你按算计划 买买多少人客 可担责多少 你要做多少生理 一天 一顾月 一年 自己给自己定目标 给自己设定目标 然后 自己规划 自己执行 自己检讨 自己 自己跟自己比 控制 对 自己跟自己 自己跟自己比 快有进步 然后因为这样 它就可以 在绩效排名上面 它可以一直越来越高 然后 有贪 对 大家分 是 共享 对 有贪要大家分 不是说 你贪的钱 贪的钱都老闆的 没有 他自己也有贪分 它不真的只是个打工仔 它是一个共同经营者的概念 所以 乳酪饭与人 人 人的重点在 他是老闆 对 他自己也是老闆 授权 你知道其实 老板现在可以把这些想法 全部都内化到他身上 因为他这么多年来 不断一直在写写写写 是啊 这边 这一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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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啦 这只是 这应该是冰山一角吧 对 你家里应该是 哇 整个都是你的笔记本 你现在几十年了 对 很多本 我可以随便翻一本来看 可以 这里面都是 保典 保典 每一本都可以 每一本都可以 都可以 你 我还好 对 真的好厉害 成为百年企业的条件 这就是你的日记吧 因为你还有写日期 有啊 什么时候写的都还有日期在上面 有有有 这个是 83年6月30号写的 对 83年 没有 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前的这个笔记 对 三十多年前 那时候你 几岁 几岁 三十几岁的时候写的 四十 三十九岁 对 三十多岁写的 三十多岁写的 哇 所以当初那种 三十多岁写的 这个 你写说 好 你那时候就在想 就每年都在想这些 每天都在想这些 因为我在想 我在想就是说 如果要成为百年的品牌的话 是 是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对 那个时候我在想的是这个 是 第一个就是 老产品要活性化 要活化 要活化 第二就是 自己刚吃这来不让人家 对 这是品质 我在这个时候我就很强调 第三 合法经营 手法经营 手法 手法 手法跟承信这件事情 所以手法的时候 你的那个 産品对工程的 工程的那种品质管理 你对那个 工程的劳动基准法 对 我看到这个 要缴水 老闆不只想整个企业 他还想自己 你瞎说 这个很有趣 老闆要有老闆量 对 老闆要好心 要有量喔 好可爱 你真的这样写 就是不断的提醒自己 然后也 胸襟格局要大 要出来 要分享 好 一点来分 要分给大家 老闆啊 要让大家分用就是 分一点 分一点 你也想要在 真的耶 你爱好 你爱好 哇这个 太有趣了 所以这本书 不但是你提醒自己 要怎么做 你也提醒着 我们的企业要怎么走 你的事业要怎么走 对 然后也跟员工对话 也跟自己对话 没错 所以不断的在精进 对不对 其他的我看一下 像这一本 这么厚你看 这个也是有年份 看一下这个 会长的笔记本 好多秘密 很多 而且除了记 有点像日记的感觉 你看这边是 估计江大楼 在新庄那边 开始动作 而且它是这样 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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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的记录耶 然后 还有很多的金句 就是欣赏的句子 你想要把它变成座右铭的 都写下来 比如说这边是讲 金马奖评审 鼓利说的 然后 做人没有办法让人 让一百个人 人人都满意 但是受人欢喜 和受人尊敬 无法两全的话 我宁愿受人尊敬 对 受人尊敬 这才是对的 对吗 然后后面 这个曼德拉 曼德拉说的话 还特别用黑字 出体这样写下来 被尊敬的领导哲学 胜利站后面 危险站前面 是啊 要站前面就对了 开窗照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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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今天非常棒 而且很有荣耀的时候 这个荣耀要归大家 真的 窗子打开 告诉大家 归大家 但是当今天有问题 有问题需要担责任的时候 静子照自己 不要照别人 要照自己 真的 所以开窗照镜 哇 几十年来都这么做 都要这样 都要这样 你都一直告诉自己要这么做 对 荣耀归大家 获利分享归大家 没关系 你看 他这边还记录柯文哲吃饭的原则 柯文哲吃饭几分钟要做什么 几分钟干嘛 哇塞 真的很多秘密耶 原来柯市长是先握手 我败票 然后再怎么样 怎么样 哇 写这么细耶 不管你的成功 好厉害喔 而且要与时俱进 刚刚前面那个是83年写的百年企业理念 对不对 后面这边84年也有在写 有 86年又在写 有 所以你是不断在修正的 不断的在改 在调整 对 就很好奇喔 那个会长你说 其实你说 以前小时候家里学历最高的 不是你对不对 不是 你是高到哪里 高到 就是国中毕业的程度 国中毕业 可是你看我们现在会长 懂这么多 所有的经营理念 都是自己这样子 他因为一直不断勤奋的好学 就是要学学 就是这样 对 这些本子 真的一直学 我觉得你好像 你已经是一个人生宝典在这边了 很厉害 没有 我都生日来这边 真的一直不断的在学习 每天每天 你花多少时间在写这些啊 每一天无时不刻 有时间就赶快写 有时间就赶快写 脑袋有想法说就赶快写 对 这一周我们真的要学起来 成功的秘诀 在这里 我还找到 在转档的时候 转到不知道 以前的豆子系统 现在怎么打开 所以其实子本比较好 对啊 对我来讲 我也爱子本 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接班 因为你现在是交给弟弟来 来欢嘛 对吗 是啊 接班怎么选人 接班我还是觉得最重要的 不管是 选人格特质 不管是家里的人 还是专业经理人 我都用这三个来看 要得厚 气大 世深 对 这三个 得厚 才能开创有道德的企业文化 今天这个东西 自己刚才来不让人家 不是可以说的 对 厨房里面怎么做 那个中央厨房怎么行善 它用就对 用就不对 你人家根本也不知道 对 但是我们今天因为 因为我们是强调品德深厚 是 所以这样的企业文化 那你可以信任 我可以信任你 你也可以信任我 是 虽然我们文区的店经理 不知道工程的同事 这段在做什么 但是他是相信他 是 做对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 得厚 然后胸襟 对 胸襟格局要够 格局要大 对 格局大 那大格局我们才能够 开大门走大路 对 记得你 如果说 一笔发票 一碗饭就要一张发票 好 三户也要开 对啊 三户不是钱 三户也是要开 所以 你要守法 是 遵守法令 我们要看长远 对 所以不要为了这个 薪水来造水 那就是没道理 再来这四身 就是 你的知识 对 你要眼光长远 眼光长远 所以其实你的企业接班人 不一定要自己的儿子 不一定要家人 对 就是重点是 有这样的人格特质 就OK 对 这是一个 选贤不选 好 不选家人 这样的感觉 对 好 我懂 家人如果很贤能 那当然用 对啊 这是最好的 当然用 你如果说 其他的我们的接班团队 是 就是 一梯 二梯 三梯 四梯 五梯 六梯 七梯 就是这一个接班团队 就要无时不刻的一直在培养 和训练 了解 所以我们今天 要怎么可以从以前到现在 我刚才有说滤肉饭与人 那这个人才的培养 就是授权 用责任中心制度 达到授权的目的 对 因为用责任中心制度 让他知道 你做多少生理 花多少成分 贪多少钱 这对他是公开的 对 所以当对他公开的时候 你就塑造他成为一个 跟我们一样 是老板的态度 所以他成为我们的分身 是 所以都要培养 当每个很多分身的时候 就会计划 对啊 所以这个时候 要怎么培养 野生营业 野生工程 是 分工 中公司的管理 是 这个是吊洞 所以这怎么办 吊洞 培养 所以你会有个接班的梯队 对 方法就是 短期吊洞训练 训练可以 长期吊洞 也训练 OK 然后再跨部门吊洞 所以都要懂 都要懂 就是让他成为通才 不能专才 是通才 所以是通才 那重点是 通才还有一件事情 非常重要 这边又写了一句话 对 得人心者得天下 对 所以心要抓住 对 因为怎么呢 他家教校得人心 是怎么评什么 也当得人心 是 就是 艾森豪 美国 西典军校的名言 他说 你要变作一个卓越的领导人 那请你下战豪 跟士兵一起在那里工作打仗 对 得人心 对 带人嘛 你就知道人的辛苦在哪裡 是 你在说话才会跟你听 所以 这个西典军校 也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我懂 就是 你不是只有老闲 不是 你还要继续做 对吗 我们要做 我听说你的所有经理人 每个到现在 都要打扫厕所 对 每一个经理到现在 都还是要打扫厕所 对 他起来要检查 检查 垃圾垃圾就变了 不要说 直接就趕快恢复干净 基层开始做起的时候 对 所以我这几年所有的人才 只有内部晋升 没有空降部队 没有 所以用这样来塑造我们的专业经营 好 那还有一个问题 刚刚讲到与时俱进 刚前天有讲到说 你说现在要转到做健康餐 我们知道说 你知道胡须这样不止乳酪饭 现在出餐盒 对 对 餐盒也出来了 是 甄煮 甄煮餐盒 那个精简康 新的品牌 这就是 对 这是用我们的蒸烤箱下去做 但是现在市场有很多 很多 很多 已经打到一个短冰相接 有没有 这已经很竞争的市场了 那你还要进来做 我们台湾很少 所以外食产业有多多 对 市场超大 所以到底要怎么办 我们有一句话就是 市场没有饱和 只有重分配 是 那怎么样来重新分配 所以就要做出它 产品的特色 还有它的稳定性 对 差异性跟稳定性 稳定性 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怎么弄 用不一样的烹调设备 烹调的产品不一样 所以那是油炸机 油炸的 那这个就是用蒸烤箱 所以你新的这系列 健康的部分都是用蒸的 新的 不然就用烤的 对 就是比较少油 然后少 少油 少盐 少糖 就是里面你看的 都是很少的 比较清爽 这就是你如果是 就是苏肥鸡 经过重训 就是那些健康重训 重训的人 都吃这个 都要运动后赶快来吃 吃这个也好 这个也可以 都很棒 那你对这个市场 你怎么看 就是我意思说 转座这个有一定的期许 你希望它做 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这个 让大家吃更健康 更自然 更好 让我们人 我们的脚手 也可以用少人 也是人力精简的这一块 对 因为它烹调系统不一样 所以它的工序也会相对 比较简单 比较简化一些 对 人手就用的比较少 是 对 销售量一样那么多 对 这个就是我们店铺的一种改变 所以企业也要转型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转型 对 所以未来转座健康才能 第一个 店铺的设备投资 就是 降下来 降下来 是 使用的这一个人力 比较少 训练 时间也比较短 对 用人少训练短 更有效率的 就是这三个 对 更有效率的 我们今天转变这一个健康餐的期许 就是朝着这个来转 懂的 所以 可以 让我们的顾客 除了滷肉飯 豬腳 白骨 以外 还有一个新的健康餐 让大家健康 对 就是让大家健康 对 健健康康 对 一群平凡的人 创造一个不平凡的事业 对 我们知道真的是 是 这样小小英文的若干 这样才会起来 他非常的不平凡 真的 好 同时呢 讲了这么多 大家应该很有感觉 就是我们的会长 真的所有事情都势必公清 而且以身作则 然后还有好多好多的宝 我觉得我今天应该挖不完 我们留在下一集继续挖 但这句话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董事好漂亮对不对 坚持才是成功最短的距离 对 这是主持人的事情 对 对我来说 爸爸是这样 对我来说 我在他身份上学到 也是这样 是怎样叫做坚持 这是成功最短矩 因为我们人 往往在创业的时候 都会想说 这比较好弹 我们来做这 这比较好弹 我们来做 因为想要探紧啊 做到后才发现 噢 工作的模式这么多 稍微不注意就炒了 稍微这样 那些东西做不好吃就炒了 对 那钱还要贪 对啊 不然我们来做白行 那钱分越用越多 那我们不来换白行看 会比较轻松 那就换来换去 所以 因为做没有一个烧 地方都坐没一个烧 对 换一个枕 换没有水 他就想要换地方 他发现 他发现这个地方 可能没水 那就换 然后 经过三年五年 十年之后 他换十的枕 没有到一个有水好喝 对啊 到最后就做白工 对 然后浪费光阴 对不对 所以 所以我在这里 我完全用这样 你看这也是我们的笔记簿 你看 全部都在里面 你看 坚持才是成功最短的距离 就是这样 坚持你是三分钟 三五月 三年 还是三十年的热情 这差别很大 这差别很大 现代人很难啊 现代人有三个月 就已经很难了啦 你这个三分钟 还可能可以做到 三个月 那没办法 现在啦 就是做 傲人 傲人 傲人有傲 太多 太聪明了 对 所以 我们这个社会 没有缺机会 但是缺算得 也没有缺算得 但是缺 缺期贯彻 很难贯彻执行 对 最好就是 简单的事情 做一百年 三百年 一千年 缺期 你知道吗 缺期到对 我就成功了 真的 但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这样的一个理念 你跟现在的年轻人讲 他们还听得进去吗 听进去的 听进去的那千分之一 你一定会成功 真的 你一定会成功 真的 有没有听到 真的 我要放在心里面 变来变去不好 真的 我放在心里面 就算是主持人 但今天这样 一直这样主持 千锤百练 如果能够持续这么做 到最后是 喔 那不要说 变成一姐 对对对 真的很厉害 好啦 真的真的 坚持啦 虽然不容易 但是 告诉自己 尝试做做看 变成欧布拉 变成欧布拉 欧布拉 欧布拉 我們一定要自己做做看 坚持下去 就是这样 好啦 謝謝会长的分享 今天很开心 做事都好 成人身上 做事都好 成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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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学到很多 也希望 会长的故事 给大家更多的 启发 然后一直坚持下去 一起朝成功之路迈进 对 好 谢谢会长 谢谢 谢谢 我们再会囉 拜拜 请不吝点赞